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浦, 欢迎大家来到桑浦论正的节目 今天早点跟大家做节目,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订阅youtube, Patreon 希望大家每月订额付费, 能够支持本人 看完广告, 看完影片, 利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支持本人 希望大家多多用这个功能, 在youtube里面有个钱钱, 有个fans 希望大家觉得做得好的, 多多支持 今天讲中国新闻, 香港新闻有很多, 不过, 我想以后有机会介绍一些重要的讲 中国新闻, 我想知道最近, 就是习近平, 就会跟这个马英九, 可能会面 今天看回, 究竟10号有什么的搞作 之后, 国民党团, 可能有见黄沪林等等的东西, 朱乐伦也被邀请 520之后6月, 访问中国, 这些东西全部新闻见到 但我们看回, 习近平本身面对的内忧是什么呢 其实内忧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民变, 一个就是政变 那我想, 现在我这一节, 简单时间讲了多少 就讲一些, 有关公开的资料给大家听 这些全部不涉及, 中共党里面中南海的秘密 有什么出口给我, 什么独家消息, 我最恨这些东西 这些全部, 讲出独家消息, 内幕消息那些, 假的居多 我就不喜欢做这些东西 但我只是讲一些公开的新闻, 还有有证据支持的东西 跟大家讲 首先, 由一些民众悼念李克强开始讲起 清明时节, 雨昏昏, 路上行人欲断云, 借问酒家何处去, 木桐瑶子李克强 李克强故居, 就在安徽合肥, 红星路80号 周围布门警察和便衣, 至少50名不分昼夜在那时直勤 即是在当值, 当当劲 这些清明年假的时候, 就好像六四一样是敏感日, 维稳日 大家悼念他, 因为李克强去年10月27号, 瓜老, 趁68岁 说心脏病和, 游水瓜和, 送到医院, 送到鬼, 无泪功那么远 大家都很怀疑死因的了 这个我们也做过节目讲这一点的了 不知道这个地方, 害怕, 另外的地方害怕的是什么呢? 郑州御医湖一百多名军警去做 为什麽郑州, 因为这里李克强做过河南省长的 7年的, 那他御医湖就是办公室的地方 另外, 他都在辽宁做过有关的职位 在瀋阳中山公园, 也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 在那里呢, 就是御林大敌, 就是那些便衣, 警察很多 就是见到一束花放在前面 之后呢, 一小时之内就被人拿走了 That's it 那你说是不是很多民众通街通巷去悼念他呢? 那就不见 那有些海外的, 我不想开名了 海外的一些, 就是所谓的媒体的人士, 就说 哎, 合肥红星路80号呢, 三百万个中国人在那地方悼念 大家在那麦哀, 于是送花, 滑花海堆到满山满谷都是 我想这些这样的说法呢, 是不负责任 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 可以允许三百万人 聚责, 而且红星路都站不到三百万人 所以我说, 有些事呢, 说方不打草稿 有很多人用这个地方搏流量 我只是说, 没有那麽多人聚责 军警, 警察便衣的数量, 远远多过民众 其实讲到尾, 小猫三四只 我们讲的就是, 很多人是借着清明, 来想悼念李悠琳的忧虑存在 于是乎, 导致警察和便衣多, 但是是不是很多人去送花呢? 好少, 我不可以说是没有好少 中国共产党也都需要那些外送平台, 比如美团那些呢 禁止下单, 去送去故居的送鲜花 有关的老板和志工, 就是那些所谓的西城大妈那些 也都呢, 劝阻人来买花 有关的各地的议人士, 嘴微国宝要求不要去悼念 全网封杀李克强的关键词 微信微博, 陈州李克强 置顶的都是李克强去年10月27日过世的消息 没有即时信息 安徽省宿州的汴河大桥, 每隔10公尺, 每10公尺一缸, 十步一缸 设置这个警察站的江哨, 一个哨站, 是防止民众悼念的 避免好像去年李克强瓜老趁的时候, 在汴河大桥一大堆的花海 当年真的有花海 不要用以前的片段, 当现在移花之目, 到现在的清明时节 是没有这样的事 去到第二天, 可以送他那个故居了 但是一定呢, 就是那个红星路80号, 李有强的安徽合肥的故居 但是要提供落单人的那个, Place Order 那个人的信息 还有呢, 要就是, 所花店的位置, 都要清晰交代 就是全面的, 就是社会信用系统, 和这个, 数位极权主义呢, 是事后的了 那所以很多不实的东西呢, 即是说什么, 有人说到地摊低价卖花卖水 三百人来, 两日来, 到故居献花, 地上一个垃圾都没有 的士司机免费在客, 你信不信呢? 地上一件垃圾都没有 喂, 八九六四的时候, 你都不可以说, 维远一件垃圾都没有剩下了, 是不是? 是很少垃圾, 不可以用一件垃圾都没有 喂, 你那些, 这些是写, 写这些叫做书情文的, 都不是报道真相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另外, 李克强被习近平针对, 都不是今天了 即是, 你看回去年12月11日至12日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三中全会现在没有开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 应该在去年的年底开完的了 但去到今时今日都不开 最近, AIT 的前台北处处长, 包道格 出席过那个, 在北京的中国的经济高层论坛之后呢 就说有内幕消息, 他说有内幕消息 他说, 六月就开三中全会了 是爷非爷, 到时候真相就会揭终了 无论如何都好, 为什么等那么久呢? 等半年, 到今天四月, 四月九日 都不开三中全会呢? 是因为这个原因 OK? 我就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是去年的12月11日至12日, 北京有个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人报告 都不是quote他的东西 是quote李克强的东西 当是经济改革的比较 解决方案都是李克强方案 所有部门都抱怨经济问题 骂现在complain, complain, 再complain 接着这个solution, solution, solution 全部李克强, 李克强, 李克强 喂, 习主席说过习近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要全部 中国一定要有这个 中国经济光明论 你不说? 你说什么? 哦,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要同步 扩大内需消费,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国资国企核心竞争力改革 民生企业改革 这些quote, 无论在哪里 问题不是在于你的方案是什么 work不work, 不是在于这些 是这些全部李克强讲过的东西 当今圣上习主头说的不同了 这个习邮健 就是 朱邮健就是这个名师 从秦皇帝 习近平呢, 他说的是什么呢? 现代化产业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的特征 科技创新, 应该说这些东西 你quote, 什么是什么, 什么是 wordings 是显现到你对哪个忠诚 所以就说呢 个个都这么说, 这么一想 喂, 这个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李强当时 是国务院总理主导的 李强不禁止这帮人 被这帮人乱讲话 李强自己都不提任何的东西 被下面的人提意见 哇, 拍桌了 习近平很生气 第一, 生气我李强 第二呢 就是说对于这些经济问题 这些东西呢 就觉得你不用我的脉头 你用李克强的脉头 不满 清除李克强如孽势力呢 不彻底 要检讨 一搞 搞到现在呢 三宗全会都现在未开 为什麽 经济问题 你们这样想清楚 你们先说什麽 我就不满意了 我拍桌走去越南 六月再开一个 看到时候又说什麽 是不是六月开呢 看一下你们那些稿 你们不是找李强 不理一下李强的失势吗 找何立峰 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 他是中央什麽经济 什麽什麽财经委员会 什麽金融委员会 什麽金融工委 什麽 何立峰 你去 看完每个人写的东西 确保 严防死守 不要讲意外的东西 那麽习近平来到这个地方 就置得意满 做一个 The King 那些地方 是 听大家讲话 就好 这就是习近平想做到的 你说 这个几麽虚胁的一件事 是不是 所以说 他争李克强 他激怒他 经济有大问题 你们整班人又和我 不一 四可一心 歸于习近平 更加不满意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想法 那麽这个想法之余呢 也有些其他的做法 譬如说 刘亚洲 刘亚洲呢 刘亚洲呢 就是现年72岁 他可以这样说是红二代 一个重要的人物 也都是这样说 习近平他在做知青的时候 刘亚洲在军队撤乡河南 他的爸爸就是刘建德 打过韩战 他的外父李先廉 更加是中共开国元帅 六四很多人都过去邓李洋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李先廉 支持镇压 李先廉在邓少林年代呢 畏高权重 做过国家主席 前国家主席 李先廉的女婿 啊 刘亚洲啊 驚不得了 说是双重雄二代身份 那他是前中共解放军 获防大学的政委 和空军的上将 那么现在呢 被声传呢 声传呢 失踪两年之后呢 2021年到现在 失踪两年多以来呢 可能不会呢 就已经被判处 无忌徒刑 收网了 那么当然啦 习近平是整肃异己 标签他是反党乱军 攻击习近平啦 而且呢 就基本上和 红二代在内的 所有楼亚洲等等人 都决裂的了 薄熙来决裂 是不是 刘云已被投贤自散 变成人大常委会的 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邓朴方更加呢 已经是 扔到一边了 扔到你了 什么四方集团 什么保理 我不理你 总之扔到你一边 胡德平 胡德华 都是胡耀邦的儿子 刘云就是刘少奇的儿子 胡德华 胡德平 胡德华 是胡耀邦的儿子 炎王春秋 他看的 六顶一的儿子 和他们 胡德平 胡德华 都是主管炎王青春秋 已经被改造 2016年的时候 收编了 更加 习近平 讨厌胡氏 胡德平 胡德华 当时周永康爆 温家宝和习近平的阴毒 说他们家产有多少 爆给外国媒体 可能是周永康通过胡耀邦家人 包括胡德平 胡德华等人 把资料送给海外媒体爆料 所以习近平很不喜欢他们 但是外于他们没有权力 外于他们不当权 又可以把燕王青秋春秋 都弄走 又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就有他的船属 刘元 刘少奇的儿子 当然他坐镇军事科学院 和总后勤部政委很长时间 帮助习近平 先帮助胡锦涛 打大老虎谷俊山 接着他们帮习近平打到郭伯雄 徐才厚 接着呢 树倒胡宣散 搞到死走狗胖 今时今日用理打完我的政敌 下一个你就成为我的政敌 留完 于是负责被投行自散 去到人大常委会 财经委员会 做副主任委员就算数了 OK 这些就是情况 去回刚刚讲 留亚洲 留亚洲 为什么会被人打倒呢 他被人打倒 是不是因为纯粹红二代 习近平眼红他呢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是因为呢 有两篇文章被高高举起的 2004年一篇文章 留亚洲写的叫做金门战役检讨 他就说呢 台海之战是不会成功的 劝中国共产党不要打台湾 那现在被共产党视为 这个失败主义 因为他说呢 打金门战役检讨 一旦打台海开战 一旦现在台海开战 美国一定介入 日本一定介入 中国没有办法赢 他说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赢 然后习近平说 你们在那儿算验失败主义 因为他 留亚洲反对侵入台湾 第二篇文章 留亚洲说的 就是说呢 2016年 批判一人体制 批判独裁 2016年谁当政 习近平当政 刘亚洲的文章叫做 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 哇不得了 他就基本上反战 推崇自由 批判一人体制 你基本上 这种做法呢 甚至没有支持军队国家化 那你留亚洲这些东西 你以为有吉士 因为你红二代 当时王歧山在习近平第一任 反腐的时候 未反到这些红二代 为什麽呢 先要按下对红二代的整肃 先整肃那些前朝鱼孽 江湖鱼孽 周博令隋 搞定了之后 先到过头来整治这个红二代 到整治红二代的时候 刘亚洲 胡德平 胡德华 刘元 邓朴方 我说这些 全部都被投行自杀 习近平仇恨毛泽东 更加仇恨习近平 但是他要学习毛泽东 要超越毛泽东 OK 也仇恨这班红二代 他觉得他一人独大 他根本不用任何红二代的人在他身边 他用的都是以前的虾兵蟹像 河北、福建、浙江、新上海邦 军功系、清华 全部都是虾兵蟹像 陝西邦 OK 另外一个人就叫张又合 张又合现在成为军委的副主席 有两个 这个除了何卫东之外 就是张又合 何卫东是福建的 这个福建帮 三十一军 这个是 习近平相当熟悉的 有人说张又合失世 但是未至于是今时今日未至于这个位 张又合呢 他的爸爸张忠信呢 是习仲勋 即是习人民的父亲 陕西的同乡 曾经参加过西北野战军 成为高江刘志丹 习仲勋 西北邦 陕西邦的重要集团 可以说自己人 他之所以不习近书 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这种关系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 他有这个背景 也有效忠 张又合呢 就在2012-17年期间 担任总装备部的部长 现在叫做装备发展部 当时未军改之前 就叫做总装部的部长 接任人呢 就是李尚福 即是这个司令员李尚福 也都是呢 前国防部部长 李尚福现在被整肃了 但现在呢 好像咸鱼那样 半上不下 都不知道最后会怎样 这个所以都要看了 继任人是另一件事 但肯定张又合呢 是不是被整肃 不会跟李尚福 完全拉上了关系的 可以肯定 这个是未来 我们会面对的状况了 另外我们都在不同的节目 讲过了 王仁华、蕭天亮 两个原地晋升上将 个个都动含着 就是 军委里面其他人 包括苗华在内 所以共产党习近平 现在重整整个棋局的 OK 所以这一节呢 大家讲到这个位 因为时间不可以偷賴牆 但可以肯定 对李克强 防民变 防官变 对付刘亚洲 刘源 胡德平 胡德华 现在 对他们已经框定了 张又合 是苟然残喘 习近平 是一人独大 一人独裁的 但是那是否代表没有裂缝呢 我们下一节再讲究竟什么叫做民的四人帮和武的四人帮 之后逐步说出最近发生的一些关于唐一军等等的大事 对 对